我们留意到这条根式 其中它里面的x平方的系数 和旁边这个x的系数 它们是一模一样的 如是者,我们又看到这个根式 减旁边的一个 既然是这样,我们不如试试 作另外一个新的根式 就是这样的 首先是左手边一个 3x的平方加5x加8 这个根式 今次就加3x的平方加5x加1 这个是我们新作出来的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我们其实就要把它乘回上面的根式 乘3x平方加5x加8 这个根式的根式减 3x的平方加5x加1 那这个根式双成之后 大家看到就是a的平方 减b的平方 那你就可以当作是 这一条颜色 看不到这两个根好了 那一个减第二个之后呢 我们看到绿色画着线的部分 刚刚好 左手边又有 右手边又有 那就可以cancel 那我们剩下的这条颜色呢 就是一个8 减旁边这个1 那所以呢 就剩下7了 那我们留意到呢 这个7呢 是两个双成 分别就是左手边这个 我们作的一个数字 和右手边这一块呢 右手边这个就是 跟好减跟好 那跟好减跟好呢 根据题目本身的要求 那这一句提示呢 就告诉你 这一块就等于1的 那 有一个什么数 乘以1等于7呢 那就是说 原本这一条东西呢 都是等于7的 那我再写一次了 就跟好3x的平方 加5x加8 这一个跟好 加3x的平方 加5x加1 这一块呢 就等于7的 那然后呢 我们就会有两条式了 分别第一条呢 就是原本的这条式 第二条呢 就是我们新写出来的那条式 那这两条式呢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简单点来说呢 就可以双加啦 那我们1 加上2呢 我们就会有 左手边这个东西呢 就会有两个了 而右手边加上呢 就变了8 那 那 两边除以2呢 我们就会有 跟好3x的平方 加5x加8 这一块东西 等于4了 那 那之后 我们可以两边平方了它 那 之后就可以计算出 x有两个解了 x的第一个解呢 就是1 x的第二个解呢 就是 负8 over3 那 那之后呢 我们当然不要忘记得 对于更式的方程 我们每次计算完这个x 最重要就是 代回 到原本的题目 就是把这个x等于1 拍回到色1那里 当这个x等于 负8 over3 拍到色2那里 看一看 这块东西 相减完之后 是否等于1 而事实上呢 今次呢 x算到这两个解呢 就是 这一条式的真实两个解来的 好 看一看这条根式 那发现 左手边的这个分数呢 又是这个分子和分母 极其相似的一个例子 那而事这又令到我们 联想到 可以用这个合分比定理 那那看一看 会可不可以帮我们 减少一些步骤 那看到右手边呢 就虽然不是 一个极其相似 那但是 现在根很大了 我们先搞定了这个根号 那右手边呢 我们可以比较容易 handle的 那我们运用一次合分比了 那合分比呢 新出来的分数呢 的分子呢 就是 原本的分子加分母的 那分子加分母呢 那右手边这个东西又cancel了 那所以剩下两个 根号x加1 那然后呢 就是分子减分母了 那分子减分母到左手边没有了 那变成 两个根号x-1 那等于分子加分母 就是4x加1 分子减分母就是4x-3 那我们看到呢 那这些2呢 那这些2呢 就刚刚好可以约了 那那之后 那我们看到 一大个根号啊 当然就是 整条式 左右两边 同时剩个square 我们剩完这个square之后呢 左手边就会变成 x加1 over x-1 这个东西 等于右手边 嗯 一个比较复杂 就是16x平方 加8x 加1 over 又是16x平方 减24x 加9的 那之后我们看到一个x加1 一个x-1 既然是这样 我们再一次合分比 那我们再一次合分比之后呢 新出来的分数就是分子加分母 那所以呢 就变成2个x了 那 而分子减这个分母呢 我们就会出到一个2的 那而右手边呢 经过同样的运算 那我们就会有这个加这个 就是32x平方 呢 减16x 加10 那分母呢 就是32x 减8了 那我们又看到一个2出来了 那那这次呢 我们只需要 将这个分母 去分母的方式 拿回来 那就成这个x了 那然后左右手边都看到有32x平方 约了之后呢 又变成了关于x的一条线性方程了 那之后很简单啦 我们就可以直接找出x 它的解呢 就是5 over 4了 那当然不要忘记 我们需要 运作一个验算的过程啦 那验算很简单 只需要将这个x等于5 over 4 代回到这一条式的 左右手边里面的所有的x 那发觉呢 嗯 这个x等于4 不是 x等于5 over 4呢 那就是可以令到这条式的 左手边和右手边都相等的 那所以呢 x等于5 over 4呢 就是 这一条方程的解啦 一条方程的解释 那就是 6 6 6 7